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宙万有之间 唯有真如 它是不动不变的 更补不改 那有违法就是依者忠如 真如所起的一切的用 它叫做有违法 所以显而易见 有违法就是生灭法 而真如是不生不灭的 那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强调的就是复性 也就是明明德 我内圣的一个功夫 可是我在复性之后 我继而要将我自信里面 所含藏的一切的得用行诸于外 所以我们真正在开悟以后 一定会伴随着信德的显路 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走入人群 然后去弘扬佛法 我们去掉习性 秉性 接着一定会去弘扬佛音 可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毅理 只是一昧的往里面内心世界靠近 想要找到一个清静的一个净土 当我们复兴以后 我们就很容易像小狗的阿罗汉一样 但你在那么一个空极的境界里面 难以自拔 又因为不了解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一个利润基础 就会将三界的生死当作实有 你会害怕 把佛讲的涅槃当作实有 于是你就向往 所以凡夫驻有 二圣的行者他驻空 空跟有都不是你真如里面该有的一个现象 于一切不住 那才是真正的真如的一个开发 所以你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就应该有一个前提 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立世恋心 我行六度是借由六度来解决我内在的无名众生 我心内的无名灭了 我才有能力往外面去帮助别人 所以修六度先自立 然后立它是水到渠成的一个功能罢了 可是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说自己行大圣菩萨道 我们把六度都执着在一个明相上面 布施啊 持戒 忍入 精进禅定啊 背起不惊啊 这个就叫做智慧 所以意理如果透彻的时候 你不执着在任何一样的东西上面 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与我修行人是可以做的 我借由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 是要立即的 我们就修到的过程 办到的过程 我们就不住相 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只是道理的一个明白 我们的修为没有跟理事合而为一 但是佛陀也讲得很清楚 理要动物势必践行嘛 如果没有义理做我们的前导 我们后面的修跟办的过程 都容易落入陷阱而不自觉 所以菩萨与法因无所住 行于不失 这就是将有为跟无为合而为一 金刚经开宗明义就说嘛 你要降福旺心 让真心常住 第一个发大愿 所有一切众生 我皆另入无云涅槃而灭度之 就是让每一个友情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 然后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这个得或许打错了 应该是得到的得 这个就是理想 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我离向 离向就能离念 离向离念就是无助 你的清静心就现前了 这是让各位前嫌 把我们这一段的话 跟《波罗经》里面的内涵 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接着就谈 我们前面不是经文讲嘛 慈青出家 弑心打本解无违法 宁约沙门嘛 所以你要自立的时候 要不要灭自己的贪嗔痴 一定要 那我们要灭贪嗔痴 各位前嫌 佛陀给我们讲 贪嗔痴三毒根 唯有修 戒定会可以灭 所以后面就谈了 戒定会三者 前面谈的 助于禅定那些有没有 其实那个都是定功啊 长行二百五十戒 因为他是讲出家的沙门 讲和尚 和尚的巨族戒 就是两百五十戒 今天不论你两百五十戒 或者沙迷的戒 或者沙迷泥 各位前嫌 他重点就在于持戒的精神 他的动机在于哪里 在于能够防止我们的身口溢 不造作恶行 把所有我们内在染污的无名 透过对于戒律的一个 严格的持守 我们剑刺 把那个蠢动的妄心 让他安定下来 这个就是持戒的动机 所以我们在读 佛规御录的时候 我们师尊老大人曾说啊 戒律是登天的天梯 学到如果不持戒 你要成佛是无根的 没机会了啦 那戒律零零种种 在家的出家的都有 在家的戒律就是我们读的 优婆赛戒经嘛 那出家的戒律太多了 和尚的巨族戒两百五十 如果是比丘尼呢 听说是三百四十八戒是吗 戒律这么多 但是所有的戒律 把它回归起来 不外乎十二句话 摄律一戒 摄善法戒 还有饶意 有情戒三句话十三个字 就把它包含在内 摄律一戒就是我们持戒里面 最常讲的诸恶莫作 我们都会讲这句话 因为戒是防恶只非嘛 我不造作恶业 就可以保有我什么 保有我一个人生啊 可是往往我们忽略掉 真正持戒严谨 还包括一个条件 那个叫做众善奉行 那个叫做摄善法戒 也就是所有你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把它履行出来 你的戒律都持守的不够完整 不够清净 所以当我们该做的事情呢 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能力也可以做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推脱 如果做不到这个众善奉行 你就没有设法戒 没有善法戒 你没有积极的态度 而所谓的众善奉行 分内的事情 我们认为今天做一个天道地子 很多事情我们都应该去承担 那还有家庭的呢 都要算在内啊 最后我自立立他以后 我还要做一个 就是饶意有情界 才是自立立他有妙 真的是功行圆满 所以色律一界 色善法界 它完全都是明明德的一个功夫 一个是不让无名继续染污 接着就是让信德能够充分的显入于外 而饶意有情界就是把我们所明白的道理 把我们修行经过的这条路 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与人家去分享 帮助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这三条界加起来就是内圣外亡 两句话而已啊 你要帮助所有众生做到什么境界 叫做觉醒圆满呢 前面有讲嘛 我令一切众生接入无语涅槃 是要帮助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也就是成佛 那个才叫做觉醒圆满 并不是今天我度人了 我做饮宝师了 我在佛堂担事情了 那个叫做觉醒圆满 是你送佛送上西天 以现在的时节因缘而言 他重在成全 那你成全你要花费的时间 体力财力它是更多的 你看开一个班 无谓是要动用几个人 对不对 他要打扫 他要煮饭 包括我们出门 有的时候都要仰赖佛堂的交通一个接送嘛 人力物力财力都在里面 所以成全这个时间 到场需要更多的人去护持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力 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得好 所以那天我们在开讲师班的金刚经的时候是礼拜天嘛 而且才跟几位讲师讲 我说我们佛堂的课去年停 今年到目前也没有所谓的要开班的形态 可是所有我们这几个台面上的讲师 那个课没有停过 我觉得还比没有冠状病毒之前多了两三倍的分量 因为网路上课 那如果你能做 你能推吗 你不能推 你不能交给少数几个人去做 那个工作量太重了 坐在这边上课 跟坐在荧幕前面拿着手机上课 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那还要更多的关注度 因为你在家里 别人不知道按个门铃 你要练着一个充耳不闻 心不动啊 我们习惯是有人按门铃 有电话铃声我们就接 现在你都不能动 他也好啊 练一个心不动啊 就当作你不在家就好了 所以春天播种 夏天耕耘 固然是相当辛勤的一个工作 然后秋天要收割的时候 希望有更多的人 不要被淘汰掉 他就有赖我们的去努力去付出啊 因为你要他不被淘汰掉 现在是淘汰年 就是你虽然求到 你虽然假一个名相在修 但是没有真修实练 这个叫做淘汰年 不是求到跟没求到的分别 那是你求到以后 有没有脚踏实地去修 那我们是不是要帮助一些 还不够清楚的人 能够让他了解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然后帮助他 能够往上去提升啊 所以所有的戒律 不论你出家在家 只要走大圣菩萨道 总观而言没有离开三聚俱戒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认为 哦这个戒律 吃僧戒啊 这个太简单了 不容易啊 诸佛莫作 我们就没有完全斩草除根 众善奉行 要看心情 所以戒律要持到满分 有二十五尊护法神围绕在你旁边 那就是成佛 一个基本大戒 五个护法神 五二十五 随你持戒的严谨度 就有不同的护法神围绕在你身边 有这么多一些无形的护法 你怎么可能人生不顺利呢 所以除了持戒 禁止清净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讲我们行住坐卧 把戒律放在身上 身心合而为一乐 展现出修道人 一尘不染的那种高度的一个气质 然后为四真道行 这个为四真道行 它就是会学 我们如果没有去读过四圣地 请问你 你怎么启用四圣地 做我回光反照的一个基础 我们读多少的道理 理解多少 它就是我们回光反照 你反照的时候 你会光能够照到心内的众生无名 你扫到哪一个角落 所以这四真道行就是四圣地 然后修行圆满了 达于小果的究竟呢 这个叫做阿罗汉道 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能飞行变化 这个无庸置疑了 前面讲的那个主法然尊者 两位不是视线大神变吗 大神通吗 在天空有没有 此出彼出的 这个叫做飞行变化 如意通啊 神族通啊 然后旷解寿命 注动天地 你到了阿罗汉以后 已经解脱分段生死 虽然沉沙无名祸 还没有去掉 可是就能够去驱动我们的第七意识 称之为意根 它会起一个化身的作用 叫做义生生 你们在佛经会读到义生生这个名称 旷解的时间 就是比喻时间很久远啊 我可以随我自己的意思 我要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读那个所谓的弥勒上身经 加设尊者有没有视线入灭盘 没有 他把自己就进入到基竹山了 在那边等着有没有 等着弥勒佛来人间开荣华三会 他要把释迦牟尼佛留给他的那个法医 献给弥勒佛 表示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 记不记得 然后到了下身经里面 弥勒佛被很多人簇拥着 到了基竹山 打开了那座山门 然后加设尊者入定 然后弥勒佛请他出定以后 加设尊者把他的那个法医拿给弥勒佛 可是弥勒佛还不够缠绕一个什么 一个手指头 听过这段经文没有 那个叫做矿节寿命 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各位前嫌 你就可以决定自己 要在人世间停留多久 所以不可以轻忽小谷阿罗汉 但是这边所谓的阿罗汉绝对都是立根器的 也就是他们已经是修菩萨道 现在也不过是半途修道罗汉而已 都不是佛陀眼里面的焦牙拜种 是立根器的所谓的大阿罗汉 注冻天地 注冻天地代表阿罗汉如果停留在人世间 无非四肌而动去度化有缘人 所以阿罗汉的行指有没有 他的一切的作为都会让天地为之变色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 阿罗汉能够飞行变化 把他的第七意识起大用 可以化作很多的一生生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智慧展现的得用 会让天人为之 为之动言 你看我们的身上有没有第七意识 各位前有没有 我们能够分身吗 站在讲台就不能坐到下面 坐到下面就不能坐到二楼不能跑到一楼 我们也有第七意识 为什么我们就起不了作用 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 被我们的执着给困住了 前面有讲物欲还有情欲 这些的东西充斥在里面 第七意识的坚固执着 被这些无名给束缚 所以他本来该有的一个得用 他不能展现 所以一生生不是这个父母的色身肉体 然后跑东边跑西边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七意识 阿罗汉 利根的阿罗汉 以上都可以 不见得要到法身大事 才可以有不同的分化 分化身不见得 阿罗汉就可以 透过修炼 那阿罗汉的要展现一生生 他一定要有一个身体去入定 他的这种德能才会显现 所以介绍这一段 是要让各位前嫌 了解什么叫做一生生 然后他从我们的八世里面 哪一世起的作用 你我都有 为什么有而不能启用 无名缠绕智慧不显 神通是智慧 本来就具足的一个得用 所以再三强调 不要走树流动静 用那些树流动静 会让我们堕入到黑神通 黑神通的去处 就是跟修罗道 磨道为理 可是我们如果老老实实 改形性化柄性呢 就随着无名的去化的多寡 那一种六根就能够起 不同的一个妙用 次为阿纳汉 他这个是从成果阿纳汉以后 成果阿罗汉再从阿纳汉 阿罗汉一直往下数 我们以前读是从虚图汉 司徒汉阿纳汉阿罗汉 他现在是从你成了阿罗汉以后 那阿罗汉之前呢 是阿纳汉 阿纳汉他的居住的地方 就是五不还天 在五不还天 他说寿终灵神上十九天 正阿罗汉 我曾经我在这个经文跟你讲了 十九天是哪里 就是禁居天 阿纳汉叫做不来过 他在禁居天思维 无色界天人修行的什么 一个盲点 他是思维这个 那如果你立根的人呢 你如果已经修到司陀汉 一定要经过阿纳汉吗 还未必 因为你早就已经把三界 轮回的原因搞清楚了 所以你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理路通了 你未必要在阿纳汉那个位置 停留很久 很快就出去了 可是虚头还就很耗时间了 四为司陀汉 司陀汉 一上一环 即为阿罗汉 正道司陀汉 天上人间 来回一次 就是阿罗汉 他是讲天上人间 没有讲六道 所以三二道决定不堕落 然后次为虚头还 凡夫起修 正一个位不退 确保自己来人世间 不再堕落三二道 最小的果位 叫做虚头还 虚头还就 逆生死流 入圣人流 所以他有一个名称 叫做欲流果 从这边来的 那天上人间七次的轮转 来来回回 这是指一般人 根气立的呢 三次就够了 天上人间来三次就够了 从虚头还 司徒还 阿那汉 阿罗汉 你修到一个位阶 无名灭一部分 智慧的得用 展现一部分 六神通就见次俱足 一直到阿罗汉的时候 六神通都什么 都具备了 只是他的六神通 跟佛的六神通 六神通 他有显然的 一个功能大小的差别 举最简单的寿命通 佛陀不用入定 就像一面镜子 任何人站在前面 一来他就知道 你这个人累次的因缘是所在 没有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 阿罗汉不行 阿罗汉要入定 而且阿罗汉所知的事情 以八万大劫 为一个界限 超过八万大劫 我就不知道了 就像我们的记忆力 你记得多久 我记得昨天 那前天呢 忘掉了 一样的意思 所以要能够从虚头汉 进到司头汉 到阿那汉 到阿罗汉 除了你要破见或 你爱欲断着 你舍得 所谓的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不同的一个贪爱之心 那个欲望 你能够明白了 还能够把它断掉了 你才具足出 三界的一个能耐 那以我们欲界的凡复来讲 我们最重的爱 有没有 我们的 其实讲贪 就跟爱在一起 你不爱 你怎么会贪 对不对 那这个欲爱 只要没有了 断掉了 如四支断 不复用之 你在人世间 力士练心 把这个贪得 无厌的心 你把它淡化了 那么将来 它就不会 在凭空无地的 再冒出来 所以它一定 从贱货开始修 不是说 我不要想 我不要贪 我不要贪 你不能够用一个 隐忍的方式 我修到人 我不能贪 小东西你不贪 如果你没有道理做依据 你忍着自己的欲望 你不贪 有一天欲望 大过我的自制力 你就开始贪 所以你一定 从道理进去 那个道理就是 凡所有项 皆是希望 你贪到了又怎样 不会跟你形影不离 短暂永永嘛 所以圣人才留下了很多的寄语嘛 启之金银宝 贪不失的善 无畏失 法不失 你没有过这个善种子 这一生 你就没有巨大的财富 也没有健康的体魄 也没有足够的智慧 让我们深入金银宝 所以都是谈你过去生 你拥有的东西了 而你现在要做的事 我过去没有啊 因为我现在就不具足嘛 我就显而易见了 那我要怎么样去拥有 你过去没过 你现在过来得及啊 所以我在早上的课才讲嘛 你的过去不会决定 你的未来啊 不会决定你的成败 你的现在决定 每一个现在都会成为过去 如果你现在不做 你过去做 你终究是 做的还是不到位嘛 你现在之所以善行 不能持续的原因 无非就是 你贪得无厌的心 在那边作祟 所以剥夺了我们的时间 所以只要我们现在 能够去淡化它 那么你将来再来的时候 那这些别人 望穿秋水 急欲拥有的东西 在你看来 也不过像粪土一般 我们的季工老师 在宋朝市县 旅修园的时候 那也是万贯家财啊 他要出家的时候 他连那个家财要 怎么分配都不在意啊 我就出家啦 那个钱财我管他的 你们拿去善用就好了 红衣和尚出家 也留下了万贯家财 他就交给谁 好像交给他那个叔叔 还是哪一个人 去打理 对不对 该捐的捐 该去从事 法部师的从事 他没有在里面操心 吸引老和尚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在烦什么 怎么累积更多 然后这些将来要怎么分配 你分配不来的 我们不要讲国外的企业 台湾的企业 就因为留下了 父母被留下的财产 让他的下一代 几乎都陷于分裂当中 还要我再跟你们讲 哪一些的企业集团呢 塑胶业有没有 海运业航空业有没有 本来是大房跟二房斗 大房把二房斗垮了 大房里面不合 大房几个再找二房 再来斗大房 各位前嫌 这就是钱财为货 我知道昨天在看这些讯息 我就很感慨 不都在修行吗 这些都是修行的 请问你 当你透过修行 累积了万贯家财 你的意理不够清楚 没有扎根 你看到这个后患 无穷了没有 还有你做了一个 社会的公众人物 你视线了一个 很负面的东西 李诗科当年的抢劫 为什么落在地狱 现在出不来 因为他是始作俑者 了凡四信不是讲吗 善跟恶所形成的果报多大 看他的影响力有多远吗 那我们就清楚 何者是你当务之急 何者是你要渐渐往下放 不放也没有 放了不表示你没有 你看穿的就是这样子 情爱一定要淡 六道轮回爱为机 不要这样 我现在很淡 就像我 对我先生很凶的 很凶不表示看淡 很凶是你没有修养 很无理 对不对 不表示有一天 人家掀你而去 你不会痛哭流涕 要看淡 你如果不看淡自己的生死 与你有关的东西 你都不会看淡 因为有自体爱才有什么 才有境界爱 所以我们研究完第一章以后 透过第一章提到的 阿罗汉四个卫斯的修行 谈到了金刚经的那段经文 一切贤盛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虽然他只有谈到小果阿罗汉 他也是告诉我们一个 铁一般的事实 成就的好坏 不在于你外面做了多少 你做那么多 我没办法做 可是你的心性的圆明 才是你能够 我们讲 先是得点的一个重点之所在 心性啊 上天降到在于希望 所有求到的人能够复性啊 那个复性 性就是无违法 活着改习性化比性 就决定天上的果位有多少 而不是取决于三师 你到底做了多少 如果以外相来决定 我们的果位多少 那我们在座永远没有做到 弥勒 弥勒祖师旁边位置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可是是心性 所以佛讲 所以佛讲佛经是内点啊 佛学是内学 我读这么多的经典 是为了帮助自己向内靠近 读佛经 读圣人的经教 跟坊间其他的书籍不一样 坊间读的东西叫做知识 知识要往外去求的 可是读佛经是往内靠近 所以我虽然要了解圣人的义礼之外 我还要能够把义礼放在我的身上 依教奉行吗 你要往里面靠近 谁不让你靠近真心 没有任何人绑得住你 是我们多生多劫以来的无名啊 让我们跟我们的自信里面 多了一层什么 隔阂啊 所以真的做到了内学 内点 就是我观观难过 我观观过 我把我的色体的习性 物欲的执着破了 我还能够破我内在的贪嗔痴慢于 对人对物所起的情欲 我也把它拿掉了 到最后一品身像无名不见了 我们跟真如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往内学的是智慧 往外学的叫做知识 知识做事情未必会成功 你看我们不是有个理财学吗 年轻人都讲理财 大家都理财 那个能够透过理财发财的有几位 我看寥寥可数 可是如果大家都讲佛经 大家都依着佛经去做 十个修十个道 所以往外的东西 你未必想得即得 往内就由得你 而往内你得到了 修天觉 则人觉智 富贵名利 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本在哪里 本在我们的道德良心 你要创造亿万的财富 你要先从那个看似跟你的良心无关的什么 道德去培养起来 所以老弱 富如老弱 各有各的道 把分内的行为 做得圆满了 你这一生就不愁吃穿了 基本的信德没有守住 想方设法 也很难保住 你老年不去落魄 所以第二章 出家佛言 出家沙门者 断欲去爱 世自心缘 出家修行的人 把欲爱之心去掉了 世自本心 见自本性 达佛生理 勿为无违法 他对佛法通达无碍了 了解真如 为何物了 这就是奠定了 绝对不败的基础 这一再跟我们强调 你学到的过程里面 心不要往外去奔放 往外去奔放 就是外面有一个境界 牢牢吸引住我们的眼光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只要有一个东西 不论是有情是无情 那个东西会让我们的心 停住在那个地方 始终拉不开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境 那你被这个境界一牵动 有没有 你的心就开始乱了 所以境是由心生 心掌控不住 起了妄念 创了一个莫须有的境 境界一出来 又回头来牵动我们的心 他就变负面的力量往下沉沦 如果试破境由心生 起妄念的又不是我的真心 你把那个妄念去了 境就破了 你才能够往里面去回归啊 达身佛理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你对意理认识有多少 修行到哪个位置 就能够返本还原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啊 最常见的天台中的三观嘛 空观阿罗汉 假观菩萨 中观就是佛 中观就是我们大圣起信论所说的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 假观就是缘起假有啊 空观就是万法必尽空无所得啊 所以阿罗汉光透过一个 万法皆空的理念的建立 人家三界六道就跟他毫不相干了 只是没有能力去起大用度化众生 所以要继续灭成沙祸 通达无量的法门 你才能够往外接引众生啊 到最后你觉悟了 法门也不在外啊 三藏十二不经自信本是具足啊 所以位物之前 你要学啊 正果以后呢 绝学无忧闲道人啊 我们读的一些经啊 有些是讲佛国以后的境界 他没有不好 给我们做一个前导 但是与我们因地凡夫而言 真正最有帮助的 这个大士智菩萨不是讲 不 这个所谓的印光导师讲嘛 莫法众生啊 你要从因果去入手啊 你看我们的三具境界里面 光一个诸欧莫作 众善奉行 这两个就是跟因缘果报 有绝对的一个密切关系 我们对因果如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没有坚定的信心 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随心之所去 动了恶念 做了恶事 那那个佛的境界 你永远只能向往 而且只能向往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那个境界所带来的那种心境是什么 因为心里面被无名缠绕 你从来没有空过 你怎么知道空心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一旦修到旧境 达佛生理了 就近圆满之后 内无所得外无所求 这个叫做能所皆空 布施度里面所讲的三轮皆空 这个就是把阿赖爷的三系相 内无所得是转向 三系的第二相 然后外无所求 那是现象 三系的第三相 这两个破了 你就是等绝 再把一品生相 无名破了 就是旧境绝 离开能所 心不细道 异不结业 什么意思 我修行圆满了 外面没有我所贪求的一个境 里面没有一个能贪的人 我们做的一切 都随顺着真如去行的 你就没有细 细就是细数 你没有住在某一个境上面 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我 外面就有一个相对的境 是你把心停留在那个地方的 如果外面的境少了 里面的那个我也去掉了 你那个心才能够真正的 有没有 所谓的把那个能所拿掉了 你就不会贪恋外的境 虽然没有把修道挂在心里面 沉道放在心里面 但是不结业 因为离开了能所 于境界不贪求 里面没有一个我 你还会造作什么样的 最过错没有 所以我们造的善业 我们恶业固然受恶报 我们的善业也要受善报 因为我们住相 住相的善报 善业就会形成未来生 天人福报 佛陀因为离开能所 所以一切都是不住相的 利人之行 所以三界束缚不了他 这一段话完完全全 我们读过大圣起 现在就知道离开能所心 也不是等到你登地做菩萨以后 再离开能所 现在的生活 你就要淡化那个我 所带来的一个障碍 后学的犬子 前两天发了一个简讯给后学 前天吧 妈妈你来我家的时候 有没有不小心 把我的一个小铁盆带回家了 还拍了一个照片给我 我因为要突然想要煮泡面吃 找不到那个盆子只有盖子了 会不会是你带回去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 我有事没事去你家 拿一个盆子回来干什么 我自己家的盆子就很多了 我第一个念头是这个 本来就想把这个话回回去 第二个想 这个话回回去很难看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啊 我真的不记得 我有没有从你家 拿过这么一个盆子 但是你也不用买 因为我这边很多啊 他就讲 那你下次带一个来 不要太大 可以煮一个人的泡面就好 我把这一段话就跟我先生讲 没有学到以后 没有学到之前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主观意识 那主观意识出去的 口气就不好听 他不过问而已啊 他没有说你把我的东西拿走了 他没有啊 可是当我觉得这句话出去 会有不妥当的时候 那个人心就被我拉回来 这个话不能打出去 转一句话 他就觉得很感恩 那就带一个来吧 带一个来 就下一次有过去再带吗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虽然讲 陈佛很离我们很遥远 可是不仅后学 包括在座的各位 我们有的时候静下心来 心里想 虽然还有一些的错误 脾气毛病没改 但是显而易见 今天的您 已经比你过去好的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我们去看自己的错误 是要让我们能够更为精进 但是也不需要把自己 贬得一无是处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什么改变 都没有精进 你这个不是伤你自己 你是伤技工老师 我把你带技门这么多年 你竟然告诉我 你完全没有改变 不是很伤人心吗 对不对 其实伤不了技工老师 说的做的想的 都是自己在承担 所以无念无作 非修非正 一样的意思 我们念念要念佛 但是有没有能念的我 还有所念的佛 没有 能跟所是一 你念谁 念你自己 自信弥陀 自信观音 自信世智 你念的都是你自己 所以当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我有弥陀的大量吗 我一念技工老师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 我有技工老师的大功吗 我有观音的慈悲 闻身救苦吗 我有吗 那你能念所念的 没有一个是外面的佛 都是你自己 实际上 以佛法来讲 那个能念的心 跟所念的静 是不是都是无明的一个变化 我既然没有办法 把这个能所完全把它去化掉 最起码我知道 我念的每一尊佛 从来不在外面 就是我自心的一个幻化而已 然后不立于诸位 那这样的修行 叫做圆顿教 你需要五十一个位次 从初戏 然后慢慢爬 爬到五十一成佛吗 不立于诸位就是 不假 宜不宜 西方在眼前 这就是谭经里面 慧能大师讲的那句话 那个叫顿悟大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是上圣大法 儿子从罪 明知为道 可是我们都是 李先民是要修吗 修到一定的程度 最后临门一脚 我们开悟了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把大圣起信论 弄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你读这些经 你还需要去看 那个解释翻译吗 我这个解释翻译 是为了方便 我们林松江讲的是 在整理那个音声 挡的时候 他不要再一个字 一个字挡 他就直接把它 转过去就好了 要不然只要经文 给你们看就可以 把它弄清楚 我大圣起信乱 再读第五次了 每一次读都会发觉 有一两个字 是我过去 没有体会出来的 一两个字 你看你们有多少字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解一些东西 悟性没有悟到那边 你就没有解错 但是你把它错过了 你再一次细读的时候 那个网越来越密了 你就会丝毫不疏弱 你就越来越清楚 然后我们又涉猎 其他经典 就可以出类旁通 经典的熟韧度 就是这样来的 不是读一遍就放了 你不断的研读 你的那个能力 就会越来越强 好 第二章告诉我们 虽然在学习修道的时候 随着我们修为 正的果位有所不同 前面讲 一切贤圣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可是 从凡夫起修 一直到成佛 你所依据作为我们修行的中心 主旨的 那个理啊 是无二的 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趁信起修 每一个人都在扫除 负在我们自信上面的 无名成垢 你才能够往里面靠近 所以修行 离开这颗心 心外无道 离开你的心路历程 无道可说 你跟人家分享的 就是你曾经走过的路 你看 咸语经记载了 佛陀过去 在处道里面救度众生 他当国王 他当修行人的时候 他也起过一些无名的念头 他毫不遮掩地 把他的那个念头告诉我们 然后透过那个念头 他得到什么果报 他跟我们分享 他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没有说命通 昨天的记不住 那你就把你今天 曾经扮演的角色的书师 去跟人家分享 所以解经不要一文解义 现在很多的翻译的书籍太多了 真的不差我们多翻译本 讲一句很实在的话 我们也不要染工 这个书从哪里来 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翻译的版本有没有 是古德翻的 然后把他拿下来集结而已 偶遗大师对不对 42章经偶遗大师有翻吗 偶遗大师翻的 偶遗大师是个 大修行者 大政务者 他讲的东西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再用过去 偶遗大师或者其他大德 在其他经典 所讲的雷同的一些的 表达异理的方法 再把它集结在一起 要不然这本经也没这么厚 其实这本经也不厚 很薄 是不是 如果连这部经 都觉得太厚 那您只能读新经了 那还是上上根弃的人 第三章 佛言 剔除虚法而为沙门 落法出家了 受到法者 就是皈依在佛门里面 皈依三宝了 那我们也在皈依三宝 我们皈依在尼勒祖师的座前 透过点传师的明师一指 我们也得到三宝 我们无非透过外在形象的三宝 回归到自信三宝 自信佛 自信法 自信神 我们的自信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妙智慧 这个妙智慧现在也有 不能起作用 因为无名 说来说去 你最大的敌人就是无名 那无名在哪里 无名在里面 不在外面 所以敌人是自己 无名是自己染 解灵还行 系灵人 就靠你自己去解决 别人帮不了我们 所以一旦我们归到佛门 不论你在家出家 下面这句话 去世之才 祈求取足 那你未出家之前 在人世间 那个所有生活的上面的一些的需求 你不能再从需要变成舒适 舒适变成什么 变成奢侈 那就成不了道了 你要从奢侈变成舒适 从舒适变成需求 满足这个色身肉铁的运作 我就觉得很感恩了 那你就越来越靠近修行 因为表示心里面的欲望在淡你 你看佛陀在出家的时候 他不是很多堂弟跟着出家吗 是不是 你看他们要出家 把那个王子以前得的那些金银珠宝 全部丢掉 那丢掉送给谁 送给幽玻璃 那个从小在皇宫里面帮他剃法的理法师 哎呀以后我们都出家了 有没有 也不会找你再剃头发了 已经三千烦恼师剃光了 看你从小就帮我们再剃 有没有 那我们这些钱财去全部给你了 以后你也不愁吃穿了 有没有 有没有头可以剃也无所谓了 要是我们 哇真的找到民主了 猪人出门一样 有没有 咖善都好 做这种人的长功 真的没死 是不是 可是你看那个幽玻璃 一看到那么多的金银珠宝 都过来的时候 他就哭了 他掉眼泪 那些王子还认为你舍不得我吗 还是嫌这些钱财不够 你这么贪吗 他说不是 你们不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我 各位我们会这样想吗 是不是 所以你认为那个幽玻璃 那个剃头疏忽 那是普通人吗 开玩笑 现在做无作为就是 他在后面一大笔的退休金嘛 是不是 你没有退休金 把这老闆给你骂死啊 他居然掉眼泪 各位前行 所以我们没有学到 从基本的需要 求舒适到奢侈 你自己努力赚的 谁也没有资格说你 没有对不对 各位前行 要注意 那个没有对不对 我花我的钱为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可是假如你立定走修行 很对不起 他就有对跟错 那个对跟错怎么讲的 因为你拥有的越多 他伤害的是你自己 你想要到的目的地 你永远到不了 所以你一旦走入佛门 祈求取足 我要的东西 高了就好 知足常乐 那要什么东西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在大树下面睡觉 各位前行会认为 哇 这实在很累 干得要死啊 其实我们不要讲 我们今天真的很幸福 你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像你这么幸福吗 都可以三餐都饱足吗 为了不要长得太胖 晚上不要吃吗 对不对 为了不要蛀牙巧克力 不要滴滴包滴滴包吗 是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吗 很多人是无依无靠的 尤其在每一次天灾降临的时候 你看菲律宾的火山 那个爆发 那个毁多少村子啊 那活下人的 他的房子在哪里 那被火山灰盖住了 房子在哪里 火山灰盖住了 连这种墙壁都把你烧掉 所以才知道 我们真的拥有的很多啊 你我每一个人 以现在的修行标准来看 我们都位在奢侈的这个阶段 我们都在奢侈 我们已经不是舒适了 离那个需求 基本需求离太远了 那还要什么贪求呢 是不是 所以 圣物在意 圣物在意 就是以这个吃跟住 表达人生的基本需求 这样就够了 我没有更多的贪恋之心了 所以 安身之地小小的就好 吃的东西少少的就好 结果无意当中 这个居然与我们色身肉体的健康 还有直接的关系 晚上真的要少吃 一直鼓动我先生 不要吃 我婆婆说 她现在晚上也吃的很少 我就跟我先生讲 听听看 你妈妈都说要少吃 那你比她年轻不要吃 那为什么不要吃呢 为了你身体健康 实际的动机 你不要吃我就不用煮啊 是吗 牵死人呢 三当午早上晚上都要弄给她吃 真的会累死人 这边讲一讲可以啊 在她当她的面 我还是要表演一番的啊 使人于毙者爱于欲言 让人溜到轮回去不了 让人愚痴就是我们的欲望鞭策 其实这句话绝对没有夸大其识 当我们眼里只看到自己的需求 你就看不到别人的想要是什么 就唯我独尊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叫我们借贪啊 赞叹 头头行 在衣食上面 即便在家修 也不要求太多啊 然后你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虽然是步步高升 可是那个能锁心 那个助向修行的心也要去掉 不要认为啊 我今天讲书啊 我讲三部经 你讲几部 好我今天保识多少啊 你是保识多少 这个都叫做助向 前天的时候他们 昨天他们打电话跟后学聊天 其实谈的也是到场一些的 良善的对象 作为我们学习的开模啊 一个人做的好做的不好 其实大家心智肚明 如果你的心 你做的很好 那真的是 远近都会传啊 我赞扬的其中的几位都在现场 但是不能讲出来 要不然没有被我赞扬的 你都没有说到我 好的都不说我 我无形中又结一个恶缘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讲了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 人只要老老实实去做 你不用讲 别人都会知道 大家都有两个眼睛啊 大家都有一张嘴巴啊 那个好事一下就传出去了 因为你修道人还敢 好事不出门 坏事扬天下吗 谁敢造这个口过 造的口过 顶多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 绝对不是居心想要去 去弘扬人家的恶行呢 应该是不会的 这边是叫我们知足常乐 第四章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简不简单 谈到了实事 实善业道 他说佛言 众生以实事为善 亦以实事为恶 同样做一件事情 同样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居心 我们的动念 就让这样事情 落在善跟恶之间 一字之差 天渊之别的一个果报 那十件事情 也都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内容 生三口四一三 生的沙道淫 口的妄语其语恶口两舌 一夜的贪嗔痴 在论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生死涅槃 为此生口一三夜 跟这句话一样吧 如果你要入涅槃 你要发扬你的信德 让这实事行出来 都是利人之举 如果我们不相信一元果报 无惧于果报的一个恐怖的时候 你放纵了自己的六根 你造作了这些的恶行 那将来还是由自己去承受果报 所以我们都觉得 色身四大是甲合之体 可是任言经佛就一个当头棒喝啊 身以载道啊 他说十五轮转 生死结根 为辱六根 你之所以会有六道的轮回 六万多年来 头出头末 张家男李家女 变换自己的身体去投胎转世 谁造动的 谁造作的 谁在后面推你跑到那个地方 去投胎 张家男李家女 他还是在人道啊 六道里面 还有三恶道 有畜生道 有鬼道啊 谁让我们去的 你的六根啊 你管不住你的身口意啊 你唯我独尊 你造作了恶行 最后 人法界没有立足的位置 就跑到三恶道去了 那这样子啊 我最好有没有没有眼睛 没有耳朵 没有鼻子最好吗 他说辱腹欲知无上菩提 一辱六根更非陶 但是今天你发愿走修行的路 你要想要成佛了 那个帮助你推动你成佛的动力 也是来自你的六根 所以我们这个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统瓜我们讲身口意嘛 这身口意这三样 三样东西 他可以让我们在人世间造食恶 受很多的罪报 他也是我们成就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行好的 那个什么工具啊 佛的三十二项 不都是在阴地里面 在修行的过程 善用了六根才能成就吗 他其中有一个我们记得吗 那个手指牵长相 就是你无量节以来 你在照顾长辈的时候 轻手替他洗刷他的身体 所以你就造就这个了 那要不要守 佛的广长舌相 是累劫以来口不形似恶 他讲的都是什么 利人之语 所以圆满天下无怨恶嘛 最后成就他佛果的广长舌相 以一阴言法众生随类而解 这个能耐不就是嘴巴吗 那好的不说 坏的拼拼的讲 该想的不想 不该想的有没有朝思暮恋 你怪不了谁啊 所以四大虽是假和之体 没有这四大 依着任言经这段经文 请问你 我们修行有可能吗 灵光是无形可见的 那个无形的灵光 只有放在有形的色身之上 他才能够彰显他的一个功能啊 所以天不言地不语啊 诸天先佛都有度化众生的什么 一个大愿啊 可是当他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他只能默默护持啊 他留下那么多的经典 就无非希望有色身的我们 能够把那些经典做宣扬 把他的大愿去付诸于实行 所以并不是假的都不好 假的你有没有善用啊 所以生三者杀到营 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其语 亦三者既会吃 嫉妒 称会于吃 嫉妒就是贪心的另外的一个显现的意思 这边就是贪嗔吃的意思 妄言我们比较要去注意 你讲的话不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当我们在传述一句话的时候 千万不要加油添醋 不好的地方可以把它减一些的东西 你绝对不要把人家的话 给人家加一句或者少一句 尤其这一加一减 会让意思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因果就大了 其语就是没有意义的话 无意的扶持 也没有说人家的是非 但是讲了老半天有没有 于人家的心性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句话可听可不听的 哎呀我们来聊真还传 看完以后有没有 你的想法如何 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在探讨吗 真还传都已经下了 好久不远了有没有 还在讲 啊里面的哪一个剧情是在讲什么讲什么 主角把他该赚的钱都拿走了 然后看戏的我们还在那边大非洲章 那个细节你看到没有 我有一次无意中跳开一看 哎呀这个细节我还真的没看到 戏都下台了 钱人家也拿走了 是不是时间耗费了 现在就不要再耗大脑 这个叫无意的扶持 慧就是那个称恨心 我们对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事有不满之心 那个称恨心一出来放在嘴巴就是恶口 意念 意念如果放在意念就是满腔怒火 那如果有实际 那如果有实际的人在前面跟你看到呢 那都可能会冲动想打他 想杀他 那其实所有这些身口意造作的不正确的行为 源自于都是吃啊 吃就是无明 无明就是您不明白真正的事实真相 那个叫无明 因为不明白所以才会执着 又回到原点了 所以身口是要业道注意 食善业道 落在身口有具体的行为叫做业道 阿赖也里面的异地的三支叫做烦恼道 贪嗔痴如果没有实际的行为去配合 他只是你自己在造作烦恼 让我们自己作困愁成 可是如果你有实际的行为做出来 有人受伤害了果报就成形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一点 所以叫我们回光返照 不怕念起只怕觉慈 因为起了一个意念 只是覆盖一下我们的良心本性 我觉悟了把它断掉了 就没有了 可是如果顺着意念不断的往下的思维呢 就可能带动身跟口造作恶行 如是实事不顺 甚到明实恶行 这十样事情 身三口四义三 不合于圣人的一个义理 不合于我们的良心本性 它叫做食恶 那食善在哪里 是恶若止明实善行 只要不造作食恶 没有无名的覆盖 本有的信德 如实不空 如来藏里面的那些德用 就显发于外 所以我们诸恶莫作了 那个德用就显发于外 显发于外 我们如果能够众善奉行了 你就是行大圣菩萨道 所以谈到 食恶若止明为实善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黑暗如果灭掉了 光明就出现了 一线曙光现前 后了一线的无名 当太阳显现 整个高高挂的时候 地球就没有阴暗的地方 当然要谈南半球北半球 时间不一样 那食恶的果报呢 这个果报 因为现在已经接近2点10分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 要去解说食恶的果报 所以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 再跟各位前嫌做分享